小龍坎 早哥哥 我們去吃小龍坎 蛤 可是小龍坎最近不是說 冒牌貨嗎 我是有聽到這樣子的傳聞 可是喔 沒有去吃那裡知道它是不是冒牌貨 嗯哼 那我們去吃一吃了 Let's go 小龍坎 其實小龍坎呢 在中國四川那裡 它是一條街 就是成都街的叫小龍坎 所以它沒有很多的火鍋 都是味在小龍坎 還是什麼什麼小龍坎這樣子 那這個味在小龍坎 已經升級為高端皮牌 小龍行江湖 所以 哎呦 哥哥 突然間看到你們兩個 我找到我的朋友了 他比你帥呢 走啦去吃吧 走走走走走 Let's go 我帥我 今天我就預訂了包廂給你 Let's go 我們去我們的包廂 嗯 登登 就在這裡啦 身在這一個小龍行江湖 我就好像自己在中國一樣的感覺 我們是英雄人的 傳奇人的我是小龍女 難道我是楊郭 郭 是你嗎 叫我姑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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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們要叫什麼 最愛的那個湯 當然就是要叫完啊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太多選擇 選擇困難症就發作了 不如我來跟你介紹吧 英雄救賽斯 哇 好多肉片啊 我人生第一次看了那麼多的肉片啊 哇 首先呢我們要介紹湯餅 哈 這個不名思義是麻辣湯 哇麻辣湯 這個是番茄湯 這個是菌湯 其實它的那個麻辣裡面的那個油呢 是牛油對不對 對 所以就是在吃麻辣鍋的同時呢 你就不會覺得 哇吃好多油在肚子好像很不好 它是牛油來的唷 Eddie 賴宇翔要吃這個 等一下 你看有點沒有放啊 喔對 醬料嗎 哇好吃嗎 這個 脆脆的 很爽口 我第一次吃耶 鴨糖 好麻辣 哈哈哈哈 通常呢我也不吃牛肉 今天我就破例一下就吃一下牛肉 因為呢小龍型漿湯的牛肉是非常的好吃的 是的 怎麼樣口感 好Q喔 很嫩對不對 把它味很香 嗯 好吃 我個人還蠻喜歡吃辣的 可是不會吃太辣 那它這個辣度是跟蠻好的 不帶食品 有一道菜呢很多人很常吃錯的 就是這一個豬腰 咧咧 豬腰片旁邊就有這一個檸檬水 切記 它不是給你洗手的 它是要你冰鎮這一個豬腰對不對師傅 好師傅來 請示範 先把我們這個豬腰 放在這個冰沙 檸檬味的 媽媽說 吃腰補腰 對男人是好事 菜單裡頭會告訴你 如果你叫這個菜呢 要算多久才可以吃 這是師傅特地為我們調的醬料 好爽口 這個醬料好好吃喔 而且那個豬腰喔 它是有入口即化的那種feel 而且在化之前 還是帶點爽口 爽脆的 怎麼樣 講點想吃對不對 來小龍心江湖就對了 找陳師傅 OK 反正來到小龍心江湖呢 任何的菜都是他們主打的 接下來呢 值得一提的就是呢 他們每一天喔 會有這個一元菜單 對 每一桌來這裡的呢 只要花一元 就可以買他們這裡的一道菜 多換啦 一塊錢 如果你在外面等超過三十分鐘 他們還會送你小菜 吃了吧 你們配合想三十分鐘 什麼小龍心江湖呢 做完結 謝謝 advice